HELLO 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用西門寺的精煮焗爐型號 是CP-565-AGS-0D 我們先看看面板 中間有時間按鍵 下面有些功能鍵 右邊有個另扭 左邊也有個另扭 首先我們把另扭扭到右邊 看到一個水波的標誌 這個就是微波功能 看到三個雲向上升 即是蒸氣功能 看到一把風扇的熱風 看到很多W在上面的燒烤功能 熱風加燒烤功能 看到CALC的清潔除舊功能 看到一個水點 即是水的清潔功能 P即是預設功能 我們看看P是什麼 P需要看回P01 扭回右邊的另扭 它會有最多是多少呢 最多是有很多 原來最多有30個預設功能 所以我們要看回指示 即是說明書裡面 按回你的重量 譬如我們30克 重量是0.2kg 我們按回0kg的功能 然後調校左右零扭 那就發現它可以調校食物重量 好了 我們先到這邊 好了 清潔功能 清潔功能 我們需要看回指示 左邊一個水盆 右邊一個水盆 我們是什麼意思呢 看看下面的鏡頭 好了 按這個按鈕 就打開 左邊有一個清潔水盆 而右邊呢 我們需要食物的 精煮水盆 好了 現在我們做了一個清潔功能 所以拿左邊的水盆出來 說不定 上一手清潔完之後 沒有把舊的水倒進去 所以我們拿出來的時候 習慣性倒進去 然後再把新水倒進去 最主要我們是清潔微波焗爐的管道 好了 入滿水之後 我們小心 將它放進去水盆 水盆架 好了 卡一聲 另一邊也是 好了 第三樣東西 我們是按緊蓋 然後呢 我們可以按START就可以開始了 好了 我們看到現在是三十幾秒 好了 如果一個分鐘 在這裡 就是一分鐘 現在是三十秒 每個秒 它都會計算得到 有清潔功能 好了 做完三十秒之後 會發生什麼情況呢 裡面的盆 是不會熱的 純粹都是為你清潔管道的 建議 每用完一個星期之後 就清潔一次了 確保這個微波爐的保養 就會做得好 大家不要忘記 這個是微波蒸氣焗爐 所以我們需要 都會用到蒸氣的時候 那蒸氣的時候 怎樣用呢 如果它有聲音 就告訴你 可以完成了 對吧 一般清潔來說 我們需要較長時間 會好一點 好 那我們去左邊的按鈕 脫溫 脫溫 好 好了 這個 熱風 和燒烤 熱風 燒烤 我們可以調教溫度 現在的溫度是180度 到右邊 這個按鈕 最高呢 去到190度 最低呢 是100度 好 左邊的領扭 燒烤 燒烤 有三個溫度 現在三是最高的 二和一 三個級別的 這樣就調教時間制就可以了 譬如 放下去 扭 扭 要多久時間呢 這樣就燒烤了 好 加上 熱風 熱風 也是 160度 為最高 熱風 原來可以高一點 大家要留意 熱風是230度 可以去到 最低呢 最低40度 好 按Start就可以開始了 好 蒸氣 蒸氣 它預設了三個溫度 即是最高 好了 即是20分鐘 蒸氣的時候 它提示你 右邊的水盆 是在斬燈的 好了 我們要調教一下蒸氣 按蒸氣這個 就知道 最低level是1 而最高級別 就是3 按Start就可以開始了 好 回到微波 微波有不同的瓦數 90是最低 1000是最高的 所以我們按微波 這個按鈕 它就會跳上去 好了 然後 對一對時間 一分鐘 夠不夠呢 不夠的話 可以在右邊的加減按鈕 扭回去 一分鐘 其實都可以 按Start就可以開始了 好 我們先關機 不要貼庸圓 我們也要關機 好了 看到時間 看到時間 就顯示你已經關機了 但如果看不到時間 好像我現在扭一扭 看不到時間 即是微閃機了 好 打開蒸煮盆 先 蒸煮盆 分了四個 好了 我們有 玻璃盆 架盆 和這個 蒸煮盆 好了 這個架 最大這個 可以用燒烤的 好了 最頂這個 可以用蒸煮功能 好了 第四個 這個 我們可以用八搭模式 任何模式都可以用到玻璃盆 所以我們不會用一個 簡單來說 我們要用一個 微波功能 所以 我們 拿回所有鐵器的出來 所有金屬架 我們必須要拿出來 好了 留下這個 可以八搭的 微波功能 就可以用了 當你不用微波功能 用燒烤功能 最大這個架 就是燒烤熱功 先放進去 太高了 我們可以放低一點 好了 弄好了 不怕 再放進去 好了 你食物就這樣放進去 而它的油 就可以向後滴著 有一個玻璃盆 可以承載著 用完之後 我們把玻璃盆 拿出來 倒進去 好了 金屬架 可以用的 如果你是燒烤功能 熱風功能 蒸煮功能 也是一樣 我們 都可以用金屬架 只不過微波功能 最好就不要用金屬架 好了 蒸煮功能 好了 看到這個金屬盆 放進去 好了 隨便蒸一下 就可以了 例如把這個架 反過來 蒸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更加均勻了 好了 每次用完之後 怎樣做一個保養呢 用完之後 我們用一塊 濕一點的毛巾 抹去三次 接著用一條光布 抹去一次 用完之後 打開蓋 淋睡之前 有得蓋開著 過了一晚 濕氣走了 保養會更加好 而且會耐用很多 接下來我們說一下 盆和架怎麼用呢 好了 我們看到 眼前這裡有些金屬架 好 亦都有一個金屬盆 金屬盆 一個可以是蒸煮的 看到燒烤架 就是這兩個 這兩個都可以是燒烤用的 然後拉出來之後 看到一個玻璃盆 玻璃盆 可以是一個八格模式的 例如你燒烤的時候 可能是 用一個小的燒烤架 放上去 這樣燒烤就可以了 下面是承載一些 食物的油份 如果你不喜歡放到這麼低 可能用一個大的盆 大的燒烤架 好了 放高一點 譬如我們 熱風燒烤 好了 放在這裡 好了 熱風燒烤功能 好了 你喜歡 一個架在上高 另一架在下低 又可以 都可以熱風加燒烤功能 但不是 有一天 我想去叮麵來吃 好了 把所有金屬架 拉出來 包括蒸盆 蒸盆 蒸盆 也是屬於金屬的 這個是金屬盆 好了 我們拿出來之後 這個可以用微波蒸焗 好了 關上後 我們用微波功能 沒有金屬在裡面 就可以了 好了 用完之後 記得要做一個很好的樣子 我們用濕布 擦它三次 擦完三次之後 我們用光布再擦一次 然後我們打開蓋 經過一晚之後 它的濕氣就會離開了 對於這部機器來說 它的保養 和用得久一點 若然我們用完蒸烤 燒烤功能之後 我們就用一張普通的紙巾 把裡面的東西擦掉 好了 假設裡面很多油 我們擦一層 普通的紙巾可以吸收到油 摺一摺 好了 然後發現旁邊都有 再擦 好了 擦滿了所有的油 這張紙巾就不要了 換一張新的紙巾 再擦 好了 擦到它沒有油 可以用一塊濕一點的毛巾 擦一至兩次 再用一塊乾的毛巾 擦乾了全部 這樣就保養得會好很多 蒸氣功能 如何使用呢 好了 有一個示範給大家看 打開這個蓋 按下去 踏上來 好了 抽起右邊的水管 水管拿出來之後 侵水 對準這個洞 好 打斜 斜少少入 斜少少入 斜少少入的好處 它是可以裝到水 如果反過來 那麼斜 是進不到水 大家留意著 所以這個洞 是最高 好 等水呢 向下 好了 那我們先加快一點點 暗斜到可以 留心一件事 如果你打斜這樣入 它有一個功能 就可以幫你 是盛到水的 這條Owing膠邊 是幫你防水滲出來的 好了 入滿水之後 將表面的水 撥出去 好了 然後小心點 拿出來 放回到櫃裏 裡面 微波爐的櫃 好了 插回去 好了 然後按按鈕 鎖住櫃 領回去 這個蒸氣功能 蒸氣功能 大家記不記得是甚麼 三舊雲的姿勢 標誌 三舊雲的標誌 好了 這個三舊雲 我們用最高LV3 2 1 那我先確定是3 好了 它告訴我們 現在我們會用右邊這個盤 好了 它預設了20分鐘 按Start就可以了 馬上開始 好了 用的時候 它應該會亮光 沒錯 好 我們打開 看看東西熟了嗎 一打開的話 好了 好了 大家留意 這個蒸盤 和玻璃架 蒸東西的時候 就放在這裡 或者是玻璃盤 也可以 OK 打開了之後 它自己會暫停 我們做多一個動作 就是關上盤之後 按一下 斬斬一下 停止和繼續 好了 停止和繼續 同一個按鈕 按一下 它會繼續運作 好 蒸完夜成 我們打開了蓋子之後 發現有很多武器走出來 而且風扇繼續運行 任何情況 燒烤焗爐 或者蒸氣焗爐 它的風扇都會繼續轉 代表它是做一個散熱功能 和冷卻 大家不需要擔心 另外 濕氣會重了很多 所以一定要找一條乾布 去抹走它 第三件事 我們會發現 玻璃和玻璃之間 會有霧氣的 大家都不需要擔心 這些情況 是很正常的 等於我們車頭燈裡面 有些水氣 對吧 所以不用太過擔心了 那什麼情況會沒有 抹不抹到 是抹不到的 例如我們用微波功能的時候 那些水氣就會自然會散 甚至乎你開冷氣 那樣東西 打開蓋子 那一兩天它都是沒有的 現代人追求快捷的生活 現時的微波爐 不覺限於舊時的翻熱用途 現在的功能多了很多 如果你不懂煮飯 都不用擔心的 運作上容易了 而且有齊了說明 無論是蒸、煮、烤、焗、焗、焗、樣樣點 只要你把我的教學 重複做三次或者以上 你就可以成為攀調的高手 大家記住 學無止境 不可以怕麻煩 很多東西很快就會學會 你試想想 傳統的燜、蒸、煮、炸 都有很多功夫 現在一個爐 什麼都搞定了 這個爐是蜂蜜式設計 照顧到怕油煙太多的人 還有 顧及到開放式廚房的用家 你可以當他是一個寶 所以要好好清潔 和溫柔地愛護他 他一定會更加耐用 記住我一句說話 慢慢上手 不怕遲 今天的分享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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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